第五十六集 医生说了 蓝忘机的脚三天不能沾水 而他们家又没有浴缸 这让当晚蓝忘机洗澡的事成了个难题 但对蓝忘机这个洁癖症满疾患者来说 不洗澡他是绝对不可能睡得着绝的 魏无羡想办法 给他搬来小凳子 又拿桶子打了满满一桶热水 来 将酒将酒 擦一擦散了 今晚头发就不洗了 蓝忘机 嗯 魏无羡让他坐在瞪自己上 自己非常自然的帮人把上衣都脱了 小手还在人发达的胸膛上按了按 这肌肉 真漂亮 弹性杠杠的 蓝忘机耳朵尖尖就红了 说什么也不让魏无羡给他脱裤子了 脱上衣算什么 脱裤子才是真刺激啊 魏无羡好一番专专善诱 乖了 害什么骚 照顾伤者不是天经第一的吗 再说我又不是没给你脱过 摸都摸过不知多少次了 蓝忘机这下脸都红了个头 倔强地坚持自己的底线 我手可以动 刚刚让人脱上衣的时候 他倒忘记自己手可以动了 脱裤子就不行 看人家一副羞耻的样子 搞得自己跟个欺负花姑娘的黄金似的 魏无羡也不好勉强了 他扫兴地拍拍手 行 那你自己脱 洗刷刷呢 是我帮你还是自己来 自己 蓝忘机说 完全是预料到的答案 那你快点 冷 魏无羡叮嘱完了就出去 听着里面稀稀利利的水响 小小毛巾游走到了那人身体的某处 魏无羡就羡慕得要流口水 浑得不如一条毛巾了 真失败啊 蓝忘机擦完身子 换好衣服出来 魏无羡进去收拾 轮到他自己洗的时候 有一蝉别人 脱好衣服了 还要凑出头来炫耀下 今天一个人洗澡 好孤单啊 蓝忘机抬头看他 魏无羡扭两下身子就缩了回去 他以为自己藏得挺好的 可是门缝里被人看到什么一甩而过 蓝忘机眼睛都要瞪直了 灵漪火辣辣的烧 走光了某人浑然不觉 亏是到的人羞得不行 但还想再看看 蓝忘机坐在床上捏被子边 魏无羡以为蓝忘机既然身患残疾 行动不便 在结合人家先前在浴室时 别别妞妞放不开的样子 以为他今晚会消停消停 然而他真是轻看了人 放不开只是因为不在床上 上了床的蓝忘机身残之间 意志力无比顽强 仗着伤脚不能碰 半边身子压着魏无羡对他又亲又啃 上下其手 魏无羡捉住在他身上作乱的手 言辞拒绝 蓝湛 这样不行 你脚不想好了 碰到怎么办 年轻人正是激情四射的时候 他们每晚都免不了要胡天海地一回 魏无羡倒也不会矫情 他是真心为蓝忘机的脚考虑 那我不动 你动就行了 蓝忘机胸有成竹 给他安排得妥妥的 好吗 魏无羡居高临下看着人一脸享受的样子了 思索为什么不管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到最后累的人都是自己 今天游慎 完事后还要打热毛巾来给人上后 蓝忘机接过去 一脸艳足红着面皮 在被子里默默地擦 魏无羡作恶地抬手 就把被子掀开了 小心毛巾碰到被子 弄湿了该会凉的 他眼睛瞪得又圆又直 总算是理直气壮将人看了个遍 一面嘖嘖又生 蓝湛 你是吃了什么 糖这么大 要是搞个比赛 你一定可以拿金奖 蓝忘机顿了顿 出其不意赞助魏无羡睡衣下摆把人往下一脱 魏无羡没防备 身子扑落下去 再来一次 蓝忘机声音低词在他耳边响起 魏无羡下的一个机灵 身子都抖了下 不来不来 你属狼的吧 大爷也没精神跟你玩了 他夺过毛巾就跑了 决定明天给人买点猪脚来补补 吃脚补脚快点好 不然再这么下去 他准得累死 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 在家里过了个腻腻歪歪的周末 医生给蓝忘机开了三天的病假条 按理他星期一还可以在家休息一天 但蓝忘机不肯 非要去学校 这个时候就不要这样了 你也想脚快点好是不是 魏无羡哄他 我会小心 不用弄到脚 蓝忘机说 狗狗也一眨一眨很无辜 想跟你一起 不想一个人在家里 魏无羡叹气 我要上班 也不可能陪着你 蓝忘机 在学校里至少离你近一些 来去的路上也是在一起 魏无羡服了 心想这个男朋友也太粘人了 恨不得拴到他裤腰带上似的 表面上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魏无羡暗地里其实还是挺欢喜的 把人一直送到离他教室最近的路口 魏无羡要下车夫人 蓝忘机不让 我可以 这里不能停车 魏无羡捏了捏他的大腿 一下子没关系 我真的可以 蓝忘机说 我以前校园会拿过跳高第一 跳高是单脚跳吗 魏无羡道想问问人 但知道小朋友自尊心强 处处不愿意给他添麻烦 终究还是散了 那我终于找你吃饭 魏无羡道 语气不容置疑 蓝忘机心里一喜 垂下眼皮子 言不由衷的 不用 你要睡午觉 你这个样子 我还睡屁的午觉 睡得这么我 魏无羡叹口气 我要来检查你看有没有小心 我肯定会小心 蓝忘机态度愉悦而乖巧 魏无羡看着人一跳一跳的往教室那边去了 拐弯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对他笑了笑 嘴角不由就扬了起来 这种状态直到进了办公室 魏无羡嘴角才落下来 收敛效益 正了脸色 学校也虽一个小世界 外头有的矛盾 与各种现象 这里边也一样有 每年开年都是新项目下来的时候 虽然是重点大学 得到的校外支持不少 学校并不缺科研项目 但真正的好项目 多半被有资历的一辈半路上就抢走了 轮到他们这帮新进讲师的优质项目不多 因此内卷得也厉害 平常撑兄道弟 要五喝六的关系 到这时候都各自为阵 互相防备 今年仍是这样 大概就是一个好项目 会有两三个老师在竞争 大家各自拿出看家本领来写方案 同时 某些案相运作也必不可少 魏无羡先前就听说了 谁谁谁又去系主任家送礼了 谁谁谁又给年级组长帮了个小忙 这些小道消息层出不穷 说不影响心情是假的 但魏无羡天生就不爱搞那一套 要他去低声下四根领导说好话 打招呼他做不到 之前有导师护着他 魏无羡跟着导师也喝了些汤 但导师年底前退休了 魏无羡现在一切得靠自己 找资料 查文献 尽力把方案写票两点 用成绩说话是他唯一的优势 到时候不成功也怪不得他 所以这段时间 魏无羡比上学期还更忙 但这些他没敢让蓝忘记知道 中午因为裴蓝忘记吃饭失去了午休 魏无羡下午有一阵特别疲倦 强撑着过来了 刚刚好一点 有学生来找他打饥荒 您前期末考试中有三个学生挂课了 魏无羡虽然平时对学生言一点 上课会点名 会安排课堂小考 但真正期末考试 他平起分来并不会太严 毕竟也不想为难学生 叫他们挂课 但这两个学生确实成绩不尽人意 平时积累的考勤和随堂测验分也不行 魏无羡实在没办法包庇他们 三个学生组队来考勤 希望魏无羡给他们改一改分 魏无羡拿出平时的记录给他们看了 他们才没有话说 齐齐爱爱的往外走 其中一个半路又溜了回来 叫他魏老师 魏无羡抬了抬眼 第一次看清了段清语的样子 姑娘名字好听 人也长得挺漂亮 魏无羡不动声色地道 还有事吗 人也长得挺漂亮 人也长得挺漂亮